各位同學 很久沒有教大家法文了 法國文法有一個concept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亦都很值得我們香港人借鏡的 要教你們這個字 你們就會明白的了 instrumentalisie 大家跟我讀一次 instrumentalisie 我的功會怎樣譯呢 un 是一隻腳 un 脫衣舞 網中人的網 打 打 你要打 lise 要讀一個s instrumentalisie instrumentalisie 你看到這個字有instrument instrument即是工具 instrumentalisie 即是利用了當你是一個工具 當這件事是一個工具 去達到另一個目的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呢 因為最近在法國 都有一連串的示威 因為美國那邊 那個黑人被警察弄死了之後 是引起全球 尤其是白人國家 很大的迴響 我身為一個有色人種 在歐洲 也有很多傳媒記者問我 或者叫我寫一些專欄 講我自己的感受 我在法國住了三十幾年 當然是感覺到 始終你的膚色不同 是有不同的對待 我們新一代在法國的華僑 當然希望給一個很正確的訊息 希望大家能夠更加融入在這個社會 但是同時間呢 我們也都警惕 就是不要給任何外國的勢力 或者政黨或者什麼強國 所以我覺得 而是因為我們作為華僑在歐洲 希望得到白人的尊重 就立刻要住嘴 收聲 不去提其他有關中國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們 大家中國人的一個團結 我們去批評或者給意見強國 其實是因為我們大家有這個博愛 我還關心中國大陸的一些同胞 那所以呢 我覺得無論我們是 對任何社會發聲的時候呢 都記緊不要讓任何政黨 安ストリモダリゼ 大家記住啦